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德 很久沒見了 最近都是忙著幫客人找房子 這次就介紹另一個近Bristol的地方 叫Clifton 因為受一位朋友所托 就來到這邊去找租盤 Clifton來Bristol市中心大約開車半小時 坐巴士九個小時左右 超級市場方面 這個區域都很齊 這裏Audi兩間便宜的超市 加上有Asta、Tesco 四間超市 校網方面就很一般 如果你本身沒有小朋友 其實這個區域都不錯 但如果有小朋友要靚校網的話 可能未必是最適合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有一間一個星期開七天的醫院 這間醫院就不是開通宵的 沒有急症等服務 但可能照X光 普通科那些都是可以看的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去看樓 這個租盤本身是每一戶都包了一個車位 因為它本身都是一個開放式的單位 差不多500呎 車位全部都放在這裏 都挺方便的 其實車位可以從後門那邊過來 走路就十多秒左右 都很近的 另外環境也不錯 你看到一樣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都挺好風的 空氣真的挺好的 不過旁邊就是一間小學 可能上學時間就會吵一點點 但晚上就一定沒問題 因為學校晚上不會有人 對不對 另外住宅廣場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不需要等它丟垃圾 因為它外面會有回收箱 和垃圾桶 那你自己的垃圾就不需要存在屋裡 或者存在自己的花園 你可以把垃圾桶放在屋裡 可以把垃圾桶放在屋裡 或者回收的地方 Cancel就定時定後會來收 那這邊呢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垃圾桶的地方 它挺好的 垃圾房 有門關著 就不會有陣味 那外面的環境都清幽的 靜的 好啦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進屋看看 這間屋呢 剛才說過 約500呎左右 是一個開放式單位 但是它也有個廁所 和有個垃圾桶在這裡 那你在裡面洗澡 就不會弄濕外面的地方 另外廁所裡面 有個都挺大的屋多房 就是放廁紙 都可以放到用幾年的量 那廁所呢 它剛剛業主翻新了 所以都很帥 垃圾桶的Size 都可以兩個人一起洗澡 都沒問題 好啦 那出來走廊這邊 那走廊這裡 另外再有一個儲物位 可以讓你放一些雜物 或者掛一些大衣 這樣 進來這個位置呢 就 可以放到床 放到桌子 都還有位置 雖然它是 叫開放式 Studio Flat 但跟香港的Studio Flat 是很不同的 它還有一個Full Kitchen 即是你可以在這裡煮飯 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位置預留著 應該是放雪櫃 不過應該是只放到單門 這個洞呢 就是放洗衣機 那你看到那個廚房 七油煙機 那些都齊了 其實真的跟香港的 那些劏房單位 完全是兩回事 雖然大家都是叫Studio Flat 但是Studio Flat 有個廚房 你可以煮食 那其實真的蠻好的 因為香港的開放式單位 你一煮就整個屋都是油煙的 對不對 那還有呢 這個單位是 步行距離去到超級市場的 所以沒有車的朋友都很方便的 好啦 那今集我們就看著 那麼多先 下一集呢 我就帶你們去看 這個Bristol的機場 因為我又要放假了 拜拜